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领受爱的劝勉 领受神的安慰 领受神赐给你的喜乐 愿你今天享受神在你生命当中所赐给你的神迹 要发生在你的身上 奉主的名祝福你 阿们 三大收纳我们 我们未曾亏负谁 未曾败坏谁 未曾占谁的便宜 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 我已经说过 你们藏在我们心里 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 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 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 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 身体也不得安宁 周围遭患难 外有征战 内有惧怕 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 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 不但借着他来 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 安慰了我们 因他把你们的想念 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 叫我更加欢喜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感谢神透过今天宝贵的话语 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 从第二节开始 保罗就用了一段话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震惊 这段话是什么呢 保罗就说了 他说你们要心地宽大 收纳我们 我们未曾亏负谁 未曾败坏谁 也未曾占谁的便宜 我们看到保罗他的用词非常的特别 他说到你们要心地宽大 收纳我们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 如果站在保罗的立场 保罗其实可能就如同为父一样 保罗就如同一个教师一样 保罗就如同一个教练或管教者一样 可是保罗却没有用这一切的身份 保罗却用了一句话 他说你们要心地宽大 收纳我们 我觉得保罗在这个过程当中显出了一个基督 在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谦卑柔和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的里面 保罗的话在这个地方也得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印证 第五节到第八节 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照须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保罗的生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 就是保罗说 请你们收纳我们的时候 保罗其实是非常谦卑的在说这句话 但是保罗是为了神的国来谦卑 保罗是为了神的国在人的面前 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 就如同耶稣基督所做的 而透过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八节的地方 第九节却带来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结果 第九节神的话说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这是神的恩典 他说接下来的结论就是 神会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我相信保罗在这个服事的过程里面 保罗正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为神的国在人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 然后恳请人收纳他 我们的生命里面要知道 这是一个律 这不是巧合 我再说一次 这是一个律 律是什么 律就是一定会发生的 当耶稣选择在神的面前放下自己 存心顺服 他的结果就是神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保罗在这个律里面分享 保罗在这个律里面活着 保罗也这样做 保罗说请你收纳我们 我相信他是要在神的面前 为神得着一个名 也为神得着所有的百姓 我们生命里面在服事纲当中 我们看保罗的服事 我们会被有一些的思考 有的时候我们做老板的 我们做领袖的 我们没有办法这样表达 可是其实这个律 不是一个机会和巧合而已 它是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会发生 如果我做一个老板 做个领袖 我愿意承认我是有限的 我愿意承认我会犯错 我愿意承认 那么我们反而会得着尊重 我做一个父亲 我有三个孩子 如果我们做父亲的 愿意在神的面前 然后向孩子说 对不起 如果我们真的做错了 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过犯 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的孩子的 我们反而会得着他们的心 我们做丈夫的 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 愿意向妻子来表达 我们对他专注的爱 我们做妻子的 如果我们愿意 能够向我们的丈夫 来表达一个绝对的尊荣 我相信我们都不要害怕 我们太害怕了 我们害怕以至于 我们不能活出一个 像保罗一样这样的一个生命 我们太害怕 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 活出一个像保罗一样的 谦卑来 我们害怕 我们给人他三分颜色 他就开启染方 我们生命中太害怕 所以丈夫怕给妻子赞美 妻子也怕给丈夫赞美 童工怕给这个牧师掌声 然后童工彼此之间 也怕给对方太多的鼓励 父母怕给孩子鼓励 失去了自己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愿意渺小 其实是让神显为大的机会 我们愿意承认 是能够让每一个属神的百姓 得恩典的机会 所以诗篇七十八篇的经文 也教导我们一件事 当我们不再隐瞒我们的过犯 我们愿意承认 那么我们的上帝 就可以显出他的美德和能力 在我们后代的上面 愿我们都在神的面前 谦卑下来 不要害怕 愿意放下自己 与神同工 以至于我们和我们周遭的人 都得到大恩典 祝福大家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很感谢上帝 透过今天的经文 我们要继续的来认识 保罗在谦卑的生命当中 反而使神的国就扩张 保罗在谦卑的生命里面 使事工得以成就 保罗在谦卑的生命里面 使关系得以和好和恢复 这是神莫大的恩典 也问我们 在神的面前 一起来往前走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神更荣耀的祝福 我们也继续来看到 在第七节当中 神的话这样说 他说到保罗说 不但借着他来 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 安慰了我们 因他把你们的想念 哀痛和向我的热心 都告诉了我 叫我更加欢喜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 知不知道怎么样来安慰 其他的弟兄或是姐妹 但是我相信 神让我们 跟每一个同工的关系 要越来越好 我觉得有几件事情 保罗透过这段圣经 也在教导我们 他说到什么呢 他说 特别是提多 他提到提多呢 把所有人 对保罗的想念 所有人 对保罗的哀痛 就是为保罗心里面悲伤 所有人呢 也为保罗的热心 就是他们 真诚的关心保罗 都让保罗知道 所以第五节 虽然他不得安宁 第五节虽然说到 周围遭患难 甚至外面有征战 里面有惧怕 身体 心里 里面 外面 都在挣扎和煎熬之中 但是保罗却说 我得了安慰 保罗却说 我的心欢喜 因为他听见 这些人 透过提多 对他的分享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好不好 也跟提多一样 一起成为 传递 传递想念 传递 哀痛 传递 这个 热心的人 使我们和我们周遭的弟兄和姐妹 一同来领受 上帝的恩典 我们不只是如此 我觉得透过 诗篇 七十七篇 十一节 十二节 同样的一段 类似的经文 也在告诉我们 我们跟神 跟人的关系 要和好 我们也有四件事情 可以做 诗篇 七十七篇 十一节 十二节说 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 我要纪念你古时的骑士 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 默念你的座位 还有四件事情 第一个 要提说 提说现在所做的 第二个 要纪念过去所做的 第三个 要思想你的经营 然后常常诉说 第四个 要默念 要思考 你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我们在一切的同工关系 与权柄者 与孩子 与任何人 我们能够把今天提多所做的 就是把想念 把哀痛 把热心 能够分享出来 能够给我们的弟兄和姐妹 也能够透过 四篇 七十七篇的四件事情 能够提说 能够纪念 能够思想和默念 透过这一切的行动 让我们能够看见 我们和我们同工关系改变 能够越来越美 让我们看见 我们跟我们的丈夫和妻子的关系 越来越美 也跟我们孩子的关系 越来越美 因为当我们做丈夫的 不断的告诉我们的妻子 你最近对我所做的恩典 并且告诉他 过去你为我做的事 我十分的感恩 而且思想又默念 我相信每一个关系 都会得到极大的突破 愿神恩待我们 与我们同工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来到你面前 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 谢谢你爱我们 与我们同在 谢谢你透过保罗的 谦卑的生命 在你面前 他可以得着这些百姓 也为神的国能够得胜 有祝福提多 这样的服事 也在我们的身上 好叫我们成为 神和人的宗宝 让我们一起活出 神大能的同在 愿荣耀都归给主 愿恩会平安 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